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點贊、訂閱、分享 如果見到有廣告可以的話可以看 謝謝 拜拜 我們已經翻譯成一個中文版 變成Webfinal 我們等一下禮爺慢慢說吧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網友 他撤要了 今次英國國際旅遊簡化版的規定 其實是說什麼呢 應該是昨天就宣佈了 英國將會在10月4日開始 再不是用紅綠燈 即是上次說過 先熬了 不是用紅綠燈 先熬了 先讓別人看 接著你繼續說 以往就是紅綠燈政策 即是說紅色地區 黃色地區 綠色地區 由10月4日開始 10月4日開始 10月4日凌晨 不是說車 對 由10月4日凌晨開始 4點鐘開始 英國時間 會簡化到是什麼呢 就是 只有紅綠燈 即是有紅綠燈地區 以外那些 就是另外一個 即是只有紅綠燈 它規定了 是紅綠燈的 就是特別一點 那麼 簡化來講就是這樣 紅綠燈是好還是不好 紅綠燈就是以往一樣 以往紅綠燈的地區 即是說進來的時候 你除了是英國公民 或者是愛爾蘭公民 又或者是英國居民 你才可以進來 否則你直接進不來 但是這些 英國公民 即是剛才說以上三種 可以進來 但是都要隔離 還要是在酒店隔離 指定酒店隔離 那也是 10天 那接著要做那個 核酸測試 第二天 還有第八天 或者 那 那 這裡 對 你繼續說 第二天 還有第八天 那 如果 那 如果 你不是在紅色地區來的 聽清楚 不是在紅色地區來的人 那 10月4日之後 就是 在歐盟 美國 澳洲 這些 那 包括 有17個 包括新加坡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詳情 我想知道香港是紅色還是不是紅色 香港 不是紅色 不是紅色 那入境那時候會怎樣 那些網友會擔心這件事 你先聽清楚 因為很複雜的 一會兒就會說香港是怎樣的 那說回全部是怎樣的 總之有17個國家的接種疫苗兩劑的話呢 包括什麼呢 牛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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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些旅客 將會 跟英國 看清楚 跟英國 歐盟 美國 一樣呢 被英國承認的 留意呢 香港 不在這個名單以內 不在這個名單以內 不在香港 對 但是 你先聽完 是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一會兒說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一組 剛才 紅色以外 紅色以外 紅色那裡 剛才說清楚 無論你在紅色那裡 14天之內 去過這個紅色地區的人 那無論你有打針 沒有打針都好 都不能進來的 基本上 除了剛才說的那三類人 一個是英國公民 一個是愛爾蘭公民 一個是英國居民 英國居民 英國居民是什麼呢 如果你拿著BNO的 BNO Visa 都是英國居民的了 基本上你是進來的 但是它又 你進來 如果你在紅色地區 進來 剛才說了 就跟回 要指定隔離 還有要 做第二天 還有第八天 還有進來之前 要做測試 簡單就是這樣說 再說回 那十幾個 十七個國家 還有歐盟 美國 那這裡又怎樣 如果你是打了針 打了兩針 進來的時候 在十月四日之後 凌晨四點之後 你來到英國的時候 在相機之前 已經不需要做測試了 但是要是打這些針 剛才說了 這一堆 你先打給別人看 別人已經不知道 那我就知道 那我就清楚了 那要是打這一堆針 其他那些 它是不承認的 還有要在這一堆國家 看清楚了 包括 包括這些 日本 新加坡之裏 一會兒 應該有 這裡看看有沒有說清楚 有十七個國家 是不是這裡 不是啊 這裡 就是這十七個 它承認他們的 疫苗接種計劃 還要是 政府的醫療機構 做的 才是承認的 譬如好像 一會兒先說 譬如好像新加坡 這樣 它一樣有打科興 但是它不會承認 為什麼呢 新加坡打的科興 是私人診所幫它打的 政府是不打的 所以是 它就承認 新加坡政府 醫療機構發出的 它就承認了 那好了 那如果 它承認那些是怎樣 即是打了兩針之後那些 剛才說 十月四日之後 凌晨四點鐘來到的 就不需要再做測試 上到機了已經 那來到之後又怎樣 你只要來到之後呢 在第二天做一個 核酸測試 又或者你做一個 更加便宜的 叫做 Lateral flow test 那這個呢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它是簡單 做這個核酸測試的 還說30分鐘裡面 可以搞定的 那如果你有辦法做到這個 那它就可以 一來到可能 一做到了 譬如30分鐘已經搞定 那你來到就馬上不用 不用再做了 不用再做了 已經直接OK了 那也都不用隔離 不用成了 簡單就是這樣說 那如果你沒有做這個 只做第二天的 都是OK的 就不用做第八天的了 也都不用特別隔離 那這裡說了 那如果香港的過來 有什麼影響呢 那由於呢 現在呢 是紅綠燈 嘛 現在香港是綠色 那來到呢 只是綠色的 不需要隔離的嘛 那將來是怎樣呢 將來只有紅色 跟著以外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 以外那些呢 如果是這17個國家 或者 美國 歐盟 那些呢 或者自己英國的 那些呢 就做這個嘛 就是這裡嘛 那如果香港又怎樣呢 不是這裡了 因為香港打的呢 講到明 今次講到明 香港打的疫苗 是未被承認的 哦 即是未被認可 那就是說呢 你打什麼都沒有用 你有打沒有打 都一樣的 你來到 上機之前 一樣要做 那個 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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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來之前要測 48小時的測試 進來之後呢 你要自我隔離 雖然你不用去 指定酒店那裡 但是要自我隔離 即是你可能 你喜歡就去酒店 你喜歡 Airbnb 喜歡去你 英國的家 或者喜歡去你 朋友的家 那樣 那也是要做第二天 和第八天 然後你才可以 自由活動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剛才所提及的 那十七個國家 他承認那十七個國家 如果你在這裏 你有本事在這裏 打了兩針 他承認的 那你才 才過來的 那就不用了 沒有啦 你也沒有辦法去這些地方 那另外 有些呢 就會在這些 對於我來說 就不是那些 說一下 有些呢 就會在那些 紅色名單那裡 移除 即會變回普通 即是跟香港一樣 這些國家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人真的 去了這裏 才過來 那就是跟香港一樣 是 那轉機又怎樣計 原來轉機 他說 他是計 你出發的國家計 哦 即是轉機 你不要打算轉機 如果你轉機的意思 不是說 即是你去到 我想你要出一出境 你不出境 不出境 那種叫轉 即是這樣轉機法 是啊 不是真的 你走了出去 住幾天 再回來再搭飛機 過來英國 那就不是轉機 是的 那真是由那個地方出發 即如果你純粹是等幾個小時 在那裡轉機 是的 那他就算你 如果你在那裡轉 譬如香港 飛去荷蘭轉過來的 他都會當你 由香港出發 那個計算 即那個 那個要求 都是由香港出發這樣計 對了 因為他這裏是這樣說的 那個交通大臣是這樣說的 但是 所以就說 你沒有入過 即是你很簡單 香港去荷蘭 你沒有入到荷蘭境 或者 即是你沒有入到荷蘭境 然後再出境 那就當是在香港過來 這樣 那所有人都要填 這個 無論你什麼人都要填 這個就是 那麼 詳情呢 就是這個網站 剛才 在這裏 它會 不斷更新的 所以現在 紅色 那些 是未必 最整個 可能到10月4日的時候 有些加加減減的 所以你自己要進去看看 有什麼 有什麼 情況 那 暫時 香港呢 都是這樣 為什麼呢 我自己都這樣想 一向呢 英國都承認香港那些東西 你現在香港經常說 胡承認香港那些東西 第一是這樣 第二 我想 香港都比較混亂一些 那你又打大陸那隻 又打 BioNTech那隻 還有 香港的BioNTech呢 就是 由那個叫 復星 就是好像代理那樣 那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 他們的追查呢 所以 跟香港跟英國現在的 那個聯繫呢 已經是 就是少了 那雖然 他應該是德國做的 那但是呢 可能香港跟英國那個 那個 剛才我所說的 那個關係 或者各樣 那 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查到 是真是假 那 所以呢 和香港跟英國 沒有那麼多溝通 我想而 那他就 就是 免事麻煩了 那就一次過 就 不承認了 那其實 很簡單 台灣都是 可能都是 用著 是不是在用著復星啊 我不知道 那 但是台灣呢 反而他是承認 就是台灣 打很多種的 因為台灣打幾種的 那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就不知道了 那也都有人說 那這樣下去呢 很多時候 可能英國呢 不承認香港很多的 各樣的事情 因為開始不相信 或者那個溝通 都有問題 那 我跟他說 其實我不是 嚇你的 英國呢 已經很記 你呢 沒有那個非洲國啊 或者 非洲國那些人 那些學歷啊 很多 假的 非洲學歷啊 或者那些非洲人 拿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其實 人家一開始不相信 你 那些非洲人的了 那現在基本上呢 現在非洲特區啊 我講非洲特區啊 我講非洲啊 我講非洲啊 不要這樣拉咎 因為特區呢 基本上現在 面向著 這個非洲國的方向 進化 你那些學歷呢 你那些學歷呢 你那些人啊 基本上人啊 和學歷呢 基本上呢 過多幾年 我相信呢 他都會這樣想的 你都逃不過的了 基本上 除非你說 我永遠都在非洲做事啊 或者非洲特區做事啊 那你不用聽我講廢話了 那 未做學術評審那些 快點去做吧 因為人家 開始不相信 你 非洲特區 開始那些學歷的了 開始有少少了 你是不是現在做評審啊 人家都說要查一查啊 你分享一下 說幾句吧 是做了 但是他 因為有些呢 他這裡是沒有的 就是這樣 他要問回 本身那間學院的東西咯 是啊 即是講得難聽一點咯 他不是不相信你 即是他要 double check 不是 因為呢 有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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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沒有問題的 寫明是沒有問題的 那其中有兩個呢 是 說他要做research 那research是什麼呢 他告訴你 我會問回 出這個 證書那個學院的 這樣而已 不要緊要啦 他用什麼理由 去 去 查詢 但是 但是 所有的 我基本上所有的東西 都是那間學院的 我明白啦 即是我們這些 我經常都說 我們這麼老實的人 永遠有真話 永遠有真話 永遠有假話 現在就是被那些非洲 非洲各國的人 搞歪了 搞到整個市場 人家標籤了 好像呢 即是 你明不明白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我那個呢 因為 那張search 就比較特別一些 就是 很多地方都沒有的 是 沒關係啦 又這麼說啦 聰明的 你就做一點自己做評審 那 最後也是這麼說啦 你如果在香港過來的 是再不是 好像 現在這樣 叫做綠色 就會變成 即是普通 除了紅色之外 就變成普通 所以所有人都是 用那個方法 除非 你有辦法 剛才我所說啦 你去到 那十七個國家 或者去了歐盟 不如不是這麼說 你應該說 去了十月 十二日 十二日 十四日之後 你沒有BNO visa的朋友 你絕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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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那個事 如果你 如果你去了紅色地區 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不是去過 十四日之內 去過紅色地區的地方的人 依然 可以進來 除非 你是紅色地區 即是香港 如果你十四日之內 去過紅色地方的 那你就進不來 除非你有BNO visa 是的 但是 如果你不是 你一直都在香港 或者去了其他地方 不是紅色地區的 那你進來 就跟回我剛才所說的那個 那你沒有 你打了兩針 如果你有證明圖 剛才說證明圖 好 那兩針 證明圖 應該是承認的 那你就跟隨新的那個 那如果不是 那怎樣 喂 你打還是不打 它是不承認的 那些不承認了 那你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呢 你要 一定要隔離 但是不需要指定酒店 就做二和八 好 那你準備好了 還有剛剛 你看到我在Google search那裡寫了 Ukaletic 學歷證明 他現在改了名字了 現在改了 你去回官方網站那裡 啊官方 這個不是官方網站 很有趣的 你去回官方網站 你自己做回官方網站 現在改了名字 因為他現在脫了歐 那現在名字不同了 但是你之前做的跟現在的分別呢 我理解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之前做的 你一做成功了 歐洲也承認的 不是只是英國的 現在這一個機構 這個ENIC 我想只是英國承認 我是沒有理解錯 應該就是 我沒有理解錯 之前那個 他們脫了歐 之前那個 歐洲英國全部承認 現在你做這個 叫做ENIC 這個認證 只是英國承認 可能你現在再做 要做多一次 如果你去歐洲 他會幫你做 但是你要再做多一次 就是分開來做 之前做下去 好像我這樣 那現在 是不是可以繼續再用呢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有沒有效果日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你轉了名字 但是都是同一個機構